一部寨子属于两个国家 我要出国了 我回国了 我在中国 我来到了缅甸 用翡翠铺成的国境线 比市面上那些很多翡翠的价值还要高档 来自缅甸的特色旅游项目 独角划船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近锐利之 一寨两国边境游巡奇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乡生态乡村游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云南省的瑞丽市位于中缅边境 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 最值得一提的是 瑞丽市的解像乡有一个引颈村 被称为一寨两国 也就是说 这一个寨是属于两个国家的 听着就很稀奇 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我们的麦景记者也赶过去了 我要出国了 我回国了 我在中国 我来到了缅甸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可能现在您会觉得很奇怪 我这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要告诉您 现在我们带您来到了中国云南瑞丽的一个小村寨 那这个村寨呢 它因为是横跨两个国家 中国和缅甸 所以我现在玩的这个呢 叫做一秋荡两国的这样一个秋千 当这个秋千荡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看这边有个小牌子是国境县 也就是说 你就等于是到了缅甸了 当回来的时候呢 又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那这个村子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的游客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风情 我也找来了当地的一位向导 你好谢文 你好 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您展开一段特别之旅了 让我们走吧 好吧 一寨两国属于云南省瑞丽市的景象象 中国这边的寨子叫银井寨 缅甸境内的叫芒秀寨 原来属于一个寨子 后来中年划分国境 这个寨子被国境线化开 分属于中国和缅甸 可以说几乎每个到这个村子来的游客呢 都会到这个戒碑前来合影 好谢文 这个戒碑是我看这边是71号 对71号 中年71号戒碑 也就是说 以这个戒碑为准的话 这面是我们中国 然后这一面呢 是缅甸语 对 就缅甸 对缅甸 这一边呢 就是缅甸了 所以很多游客到这来 看一看 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等于其实你一脚 就可以踏出国门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缅甸的盲秀寨 从国旗文字和车牌照上 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 那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游客们走到这里 也就只能止步了 不过 两国的缅甸 是可以在寨子里自由往来的 他们也很习惯于 外来游客 好奇的眼光了 大妈 你们好 这几位缅甸大妈在看我们拍节目 这样一条沟那边就是缅甸 这边是中国 大妈你们去做什么 去干什么 听不懂 去拜佛 拜佛是吗 拜佛 欢迎你们来中国 欢迎来中国 好谢谢你们 再见 除了农业的边境特点以外 宁甸两国景区里 最吸引人的 就是来自缅甸的旅游项目 我们刚才行走 在这个湖边的时候 发现湖面上有人在划船 但是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他们划船特别的奇怪 是用一条腿在蹬 而且你看整个这个动作特别的优美 就像飞翔在这个湖面上一样 而这个船也很特别 是那种薄薄的 就像一片叶子一样 谢文他这个是什么划船呢 他这个是缅甸的一种独特的划船方式 那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在那是在做一种表演吗 对 做一种表演 而且游客也可以亲身上去体验一下 觉得很独特 应该是缅甸的吧 动作感觉非常轻盈 就像我刚才看了 我还拍了好多照片 就像一个燕子一样在水面上 轻轻划过 大哥 你好 大哥是缅甸人 听不太懂我说话 刚才你表演得非常棒 您能帮我问问他 您做这个独角划船多少 你能过来吗 我能行明过来吗 对对对 这个缅甸小伙子叫吞吞温 他是缅甸的少数民族 英达人 我来体验一下 上船感受一下这个缅甸的独角划船 那你可得担心了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猜色 很费力的 但是呢 还是要多加小心 注意安全 等着看吧 放心吧 我绝对可能会掉下去 吞吞吞的家乡在缅甸的英莱湖 这是缅甸的第二大湖 英达人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 他们捕鱼的方式也很特别 就是这种手持的罩网 因为要一只手拿着罩网 所以英达人的祖先发明了独角划船的方法 我们的游客呢 通常是坐在船上感受一下这种 飞翔在湖面上的惬意劲 但是今天呢 我想要体验一下 我们的这个师傅 这个独角划船的这个 这种感觉是怎样的 我能站起来吗 我现在都不太敢站起来 说实在了 慢点 好 谢谢 谢谢 你能扶着我吗 我害怕 这样吗 踩在这一片地方是吗 拐着 然后是靠这个脚掌 靠这个脚掌往外蹬 我听见湖边有人在笑我了 我的动作有那么难看吗 就这样 往外蹬 好 好 你们坐好了 船夫要开船了 我为了保证安全还是得坐下来 我这感觉真的是挺难的 连站都站不住 更别说划这个船了 看来我是挑战失败了 这个很难学的 他之前学他 父亲教他 他也是学了将近一年多才会这样评委 吞吞温划船的姿势很特别 一只脚踩在船板上 另一只脚悬空划脚 如果用左脚划船 就用左手握住船脚 反之也是一样 吞吞吞温近年二十四岁 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在家乡 一来湖上 独角划船捕鱼 在中国的一站两国里 他每月有固定的工资 还可以从旅游表演中提成 吞吞温和他的同伴 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不变的 就是在这片小小的水面上 熟利而悠闲地表演着他们的记忆 唯一变化的就是 有时用左脚划 有时用右脚 游客也可以花上十块钱 坐在船上体验一下感觉 此刻坐在这样一艘船上 看着湖面上的风景 心情真的非常的愉悦 不过刚才我却在想一个问题 不知道对于这位缅甸大哥 吞吞温来说 是在自己的家乡 独角划船捕鱼的生活 还是来到这样一个 一站两国的村站里 进行这样一种技能表演 他会更喜欢哪一种生活 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 就是大哥的这种技能表演 给我和我们的游客 带来了快乐和新奇 旅游小贴士 游客可以随时欣赏 独角划船表演 如果想坐船体验 每人票价十元 每天下午三点 一站两国 还有缅甸和歹族的歌舞表演 游客可以免费观赏哦 在一站两国 最明显的指示牌就是这种 一桥两国 一秋两国 一塔两国 一景两国 不过呢 您可别以为 这只是语言上的噱头 其实很多地方 都会让游客大吃一惊 看到脚下这条线了吗 这是一条虚拟的国境线 但是却号称是世纪上最昂贵的一条线 这究竟昂贵在哪里呢 您看啊 这些圆圆的石头 看得似乎不起眼 可是 这全都是翡翠呀 这一条你看都是一个一个圆的这个翡翠呀 这些翡翠的这个橙色看起来也不错呀 对这些呢 看这这几块 还有这些 它那是比市面上那些很多翡翠是价值还要高的 哇 你看这个 这个翡翠也非常的漂亮 对这个是带春的 春色 因为我知道这个翡翠现在市面上特别的贵 像一个一般的这种翡翠的话 都得要成千上万的 甚至几十上百万的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 这是 这个呢 现在暂时还无法估一个价 这条虚拟国境线一共用了5068块翡翠 这个数字还有零有整的 为什么用5068块呢 因为呢 咱们中缅建交的时候呢 是1950年6月8日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中缅建交这个日期 咱们铺了就是5068个 用翡翠铺成的这样一条国界线 我觉得既是最昂贵的 也是最能体现咱们中缅建交友谊的这样一条国界线 对对对 除了最昂贵的国境线 一阵两国里还有最豪华的桥 就是这座了 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起眼 究竟豪华在哪里呢 就在游客踩来踩去的这个桥面之上 桥面上出了7777块翡翠 据说缅甸是以漆为贵 这些翡翠呢 都是缅甸有人监赠的 在一站两国里 出桌都体现着浓郁的缅甸风情 谢文我们看前面的这个房子比较特别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这个呢是一个叫布导山庄 布导山庄 对对对 布导山庄 它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它这个呢就是这个缅甸的布导族在这里居住 你们好 你们好 诶 谢文 我发现挺奇怪的 他们这个布导族人的这个脖子上都带了这样一个景圈是吗 对 它这个呢就是 他们这个民族呢就是以这个脖子长为美 所以呢我们当地人也称之为长颈族 就是像长颈鹿一样脖子越长越漂亮 对对对对 真的是我第一次看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奇的 你多大了 我不等它十三岁 十三岁啊 你呢 我有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景圈是你从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呀 我七岁时候 七岁的时候 那你们布导族的人都是要戴这个景圈吗 以前戴的人都是戴的人少 我能摸一下你这个景圈吗 这个是属于这种钢圈还是什么 铜 铜的所以不会很重对不对 很重的 很重 实心的 就是戴上去的时候会难受吗 会疼吗 时间长了 习惯 传说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布导族为了迁移的方便 就把贵重金属筑成金银或铜环 戴在女人的脖子上或脚上 于是渐渐形成了这样的风俗 这是你的孩子吗 对 是在中国这边生的 嗯 几岁了 三岁多了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厉害 女孩 那按你们的风俗也是女孩要缠这个景圈的 我看他你也没有给他戴哈 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不喜欢戴 我们看到这个布导族的这个姑娘们戴上这样的景圈可能对于我们旁人来说会觉得很好奇很新鲜 同时也会觉得哎呀有点心疼觉得很沉的感觉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然呃因为毕竟他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违背这个呃这种人体的骨骼的自然生长所以现在呢这个缅甸布导族他们带景圈的这个姑娘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是看不到了那在这样一个村寨里呢因为也住着这样的布导族所以呢有这样的地方来供他们和游客来交流 布导族女性心灵手巧 他们在景区里表演之余还经常用手工编制一些工艺品 哇我觉得这都非常的漂亮 要不咱们拿一个下来试一试吧 好啊这每一个花样都还不一样 对不一样的 真漂亮 哎呦我觉得太心灵手巧了 怎么样好看吧 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每一条围巾他的色彩都不一样 而这些变幻多彩的这个色彩呢 其实都是通过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真是让人觉得他们不仅是有着独特的风俗 而且各个姑娘都是心灵手巧 那在这我们也祝福他生活幸福 也希望他们在我们这个中国边境上生活的更好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围巾是多少钱一条啊 三十元一条 三十元一条 我可以买一条回去做一个纪念 好大姐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谢谢你们再见 在这个一站两国的村寨里 如果你走累了的话 可以到村民家开的这种小吃店去坐一坐 休息一会儿 而且呢在咱们这呢小吃呢很多种 有很多种的都是当地的小吃 我就是要给你推荐的就是这个泡鲁达 你是绝对没吃过的 这是个是个缅甸的一个人饮 一个小吃味道非常好 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我是缅甸嫁过来的 我是缅甸人嫁过来 哦你是缅甸人嫁过来的 那您爱人是这个这个村的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我老公是中国人 我是缅甸人嫁过来的 这个女子叫韩信 从缅甸嫁到中国已经三四年了 除了冬天以外 韩信卖的最多的食品就是泡鲁达 泡鲁达是著名的缅甸和泰国的甜品 起初是在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流行 后来出现传到云南的瑞丽本地 西米露 变乳 特制的面包干 新鲜椰丝 再加上冰块 这就是泡鲁达了 只要花上八块钱 又清爽 然后又甜 可能是真的 刚才走得有点累了 也有点渴了 喝上这么一杯 觉得特别的舒服 这个小小的食品摊位 让缅甸女子韩信一家过得很安逸 和韩信一样 在银井寨里 家家户户都做点小生意 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这个普通的改家村寨 变成了游客如知的生态旅游村 离开了一家两国 车行十几公里 我们来到了瑞丽的边贸市场 最热闹的市场 在解告边境贸易区 这里实行特殊的关税政策 每天都有大量的缅甸人 在这里摆餐设点 主要产品是 大家都很熟知的 翡翠还有红木 这些来自缅甸的宝贝 吸引了大量的客商和游客 另外还有一样来自缅甸的宝贝 现在还不为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的游客来到这儿 不仅可以看到翡翠 玛瑙之类的玉石 还有一样宝贝 我相信一定是很难见得到的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样一块玉石 您看 它看起来很奇怪 完全就是一棵树桩 它上面有树的纹理 还有树枝的这种不同的颜色 甚至还有骷髅眼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块玉石 它的名字叫树化玉 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 您可千万别小看它 它的年龄可是有两亿多年了 树化玉形成于终生代 距今已经有两亿多年了 美丽的年轮 树皮的沧桑 提供着遥远年代的信息 玉石一样的质地 精明剔透 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走到解告的尽头 就是瑞丽口岸 我们这次旅行的脚步 也就要到这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瑞丽口岸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对面 就是缅甸的木解释了 我们这次旅行的脚步 也只能走到这儿了 自一路走来呢 我们看到许多 类似于像一寨两国 这样美丽的小山村 我们的游客在这儿 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感受到淳朴的民风 而且还能体会到 别样的风情 美丽中国相村行 我们进行 出发 美丽中国外面 美丽相村 归来欣赏 美丽中国外面 传递着祝福 和美好的前景 日丽市的地理位置 为旅游业的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日丽的交通也很方便 距离德宏州的州府 芒市只有一百公里 芒市机场呢 每天都有直达 北京 上海和昆明等 全国大城市的航班 如果你有闲暇时间 不妨到日丽走一走 感受一下绿色生态 珠宝翡翠 边境特色和民族风情 绿宝边情 这就是瑞丽的味道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要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信浏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您知道用槐花酿出来的蜂蜜 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您知道如何用槐花钓鱼吗 您知道槐花都能做出 什么样的美食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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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